今天的大盤又再次由全值拉抬攻堅一波 有沒有機會像之前那樣子 輪動到中小還有傳產 然後讓這個行情持續下去呢 請看今天盤有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1年3月3號星期三的忍者無敵 我是莫尊卷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節目開始的時候一樣看這個畫面來 如果你是長期支持我們投資朋友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罐快速跳過 然後我先歡迎今天才加入我們投資朋友 我是莫尊卷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在我節目裡面我會用很多的數據面 我告訴你現在目前的行情的看法是什麼 我不會在那邊亂槍打鳥 不會每天在那邊掌停板就掌停板的 因為那不是我的風格 所以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你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LINE和Telegram上面有更多的投資資訊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有跟我們業務相關的洽詢的話 也歡迎撥打0800668085 這是我們的免付費的服務電話 無論手機四話 無論是平日假日 我們都會有非常專業熱誠的服務同 為各位接通每一通的來電 然後另外呢 大人哥粉絲團還沒加入的話 趕快加入喔 那因為上面有更多更多的好康的資訊 我就不一一帶過了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LINE這邊來做留言說 我要加入就可以了 好那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先借我一分鐘的自我介紹之後呢 我們趕快講今天的節目的重點 包含了行情 包含了操作面應該數一的事項 還有回覆我們的YouTube的留言 那我再次提醒大家 我的YouTube的留言 是完全開啟的狀態 我就是假設如果在節目上面 有講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需要跟我來做互動 都歡迎在我們的LINE 跟YouTube的留言地方 來跟我們來做留言 好那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我今天都會去參加中天的節目的直播節目 所以我今天的節目的話會稍微晚一點點上片 不過節目重點依然精彩 原因是因為中天那邊講過的精華版 我會在這邊講的更精彩一些 來先從美股開始看起 其實我比較想從一個大方向 告訴大家目前的趨勢 然後再從行情面跟操作面 可以讓大家知道現在目前的行情 應該注意的事項是哪一些 所以我們先從美股開始講起 原因是因為最近的美股真的太震盪了 那震盪的過程中連台股一起也受到影響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的話 各位投資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每次都喜歡用這個四張圖 來告訴你現在目前的美股的主要的趨勢 包含了左上角是道瓊 跟右上角是S&P500 這個是表示著現在目前的傳產 或者比較偏向於大型股的部分 那目前看起來屬於高檔去做震盪的部分 可是如果各位投資朋友可以看到 像是左下角的NASDAQ指數 和右下角的廢半指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叫做是 怎麼會NASDAQ指數竟然跌破了 那個綠色的月線 然後去尋求了下方黃色線的地方 叫做是季線的支撐 那甚至像是廢半指數的話 今天竟然還中錯了3%這個地方 那所以當然影響到最近台股的行情 那你會發現說最近的行情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說還是依然圍繞在 所謂的10年期供在殖利率的地方 來去做一些比較大的話題性 可是其實在我節目裡面 我會比較喜歡用一些有圖有真相的一些看法 告訴你說原來跌不是因為這樣子而跌的 而是另外的原因去跌的 那為什麼會跌的原因的話 我會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看一下美國10年期供在殖利率 這個其實我也講過很多次 所以我也快速帶過 因為如果10年期供在殖利率的話 是現在目前的大型的法人的資產配置的核心的首選 因為它流動性最好 它幾乎是趨近於無風險的利率 那目前來說的話已經漲到接近1.5% 那你會看到一個說法叫做是什麼 站上一年的高點之類的 然後剛好又是S&P500的 現在目前的股息殖利率大概也在1.5% 所以造成了美股的震盪 可是話說回來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醒過一件事情 你如果買台積電你只是為了要配息嗎 或者說你如果真的是買像大力光的話 你只是為了它的2.多%的殖利率而已嗎 當然不是 你當然是希望在買進台積電的時候 它從600塊漲到七八百甚至1000塊 或者大力光你希望3000塊買的話 你可以從3000 4000 5000這樣往上漲上去 所以那個配息它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看起來好像四有四五的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那個大部分都是影響比較屬於保守的資金 可是真正大部位的資金 或者是說你真的想要在股市上面獲利的人的話 你還是會看的叫做是股價的價差 或者叫做是波段的趨勢 所以那個才是比較主要的一樣原因 可是所謂的殖利率上升 它隱含著也叫做是景氣有這樣復甦的現象 所以在這樣復甦的過程中 我相信後續的成長動作依然可觀 依然可以來做期待 所以給大家看一張圖 因為這個是今天給中天那邊看的 然後我特別把這張圖做出來 你會看到說 所謂號稱的十年期公開殖利率 它確實是漲到了1.54的這個新高 回檔到1.42左右 可是你再往前看一下的話 它雖然是創了一年高 可是它再往前看 你還是有看到1.88甚至1.9 再往更前面 你還有看到2%的這種利率 殖利率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為了修正而找理由的這樣一個現象而已 所以這個是現在目前的一個殖利率的看法 所以可是回到所謂的大盤的行情的部分來說的時候 那也確實是有所謂的回檔而且整理了 那為什麼會有整理 其實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原因就是要做的是 該漲的真的都漲過一輪了 那包含了紅盤那一天 有所謂的全子股都動了 那全子股動完之後 就像紅蘿蔔燉 紅蘿蔔燉完之後就白蘿蔔燉 那全子股漲完之後就中小型漲 然後中小型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怎麼這樣子東東東東 連續跳了四根五根這樣紅黑棒漲上去 然後也創下歷史新高 就是大盤跟貴買同步創下歷史新高 然後結果通通都漲過了 那又漲過誰 然後就漲到傳產股 那你就想說又有什麼原物料題材 或什麼什麼 什麼美元弱勢之類的這樣的題材出來了 然後金融股也撐盤撐過了 那這些相關都漲過一輪之後 還有誰可以漲 結果就沒有人漲了 那沒有人漲的話 當然就休息一下 那休息一下 其實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休息叫做是高檔震盪 叫做是強中強 那種當然會發生 像前一陣子真的是這樣的現象發生 可是所謂的正常的過程中叫做是 漲完之後叫做是適度拉回 拉回之後去測試一些重要的均線的支撐 比方說像是月線 或者像是季線的這種支撐之後 再往上攻堅 那個是更健康的一個漲法 原因是因為它會帶來後續更長 更長時間的這樣子一個上漲的動能 所以這一次的話其實也有類似這樣的現象 所以你會發現說 反正拉回了 就是從歷史高點16579這邊回檔到了 接近16000點 那這個16000點剛好也是在所謂的月線 的這個支撐的地方 所以你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雖然好像是有點像是要來 測試這個月線的支撐 可是在測試的兩天之後 那今天的大盤守住 好像早上還偏弱一點點 可是弱完之後突然看到10點多 11點開始這樣往上拉抬 所以這個就是又回到 蹲完之後又回到全資股這邊蹲了 應該說上漲了 不要說紅樓蹲了 那你看像大盤上漲的過程中 我也提醒大家過一件事情 叫做原來大盤的穩盤的重心是誰 是半導體的全職龍頭場 所以比方說像是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你會發現說似乎現在開始又有點像是 又回穩又準備要去做反彈 這樣的現象發生了 那我這邊先說 我這邊叫做是看反彈 我叫做看反彈 就是原因是因為 今天的成交量來說的時候 我給快速給大家帶一下 今天大盤中場上漲了264點 可是今天成交量的話是縮到了 只有3022億元而已 所以今天是一個上漲 但是量縮的這樣的一個格局 那今天上漲的過程中的話 你會發現說原來這些全職股又動了 像台積電今天上漲13塊 那13塊最簡單去乘以8 那就是今天的台積電 260點的上漲的裡面 有100點都是台積電來做貢獻的 然後半導體上中下游我們快速看一下 像今天聯發科也上漲了30塊 所以上游的IC設計龍頭 聯發科動了 然後晶圓代工中游的很重要的台積電也動了 下游的封測的話3711的日月光也動了 今天往上反彈1塊錢 然後上漲0.94% 所以這就是我之前說的穩盤的重點是誰 就是半導體的一個龍頭場 他們就會穩盤在這邊 所以我順便補充一下聯發科的看法好了 因為聯發科我之前一直講說 那個之前的看法就是趨勢成長 那甚至是我說他就是挑戰前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這邊的話他有回到你看有沒有 甚至連聯發科也都是漲到了1000塊之後 然後回到了月線 然後月線守住之後 看起來又有想要再攻的這樣的一個意味 所以他適度的這樣子 漲一些然後回檔一下 然後再漲一些然後再回檔一下 這個都是健康的往上漲的動能 往上漲的趨勢 所以聯發科的1000塊我依然持續看好 當然不只看1000 這個之前跟大家說過 就是那個即使是40塊乘以25倍的本益比 就有1000塊了 更何況25倍其實只是還好而已 所以聯發科依然可以持續在做留意 那台積電的話 我等一下最大條的部分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台積電 然後就繼續這邊去做一個 往上反彈的這樣一個現象 可是往上的上漲過程中 還是稍微辛苦一點點 因為散戶大軍們都在裡面了 這個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另外的話聯電我也要講一下 聯電其實有跟大家說過 聯電其實今年的獲利 或者台積電的今年獲利 幾乎都是可以被合理的估算出來的 包含了像是台積電去年23 2020年23 今年的話滿載 所以頂多就是成長15%到23塊 那23塊的30倍本益比 就是前高的那個位置 所以它下跌過程中 或者修正過後 就會更加的健康 那聯電也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聯電我依然看好 那我不會因為它這一陣子有去做修正 我就去看多就說多 看空就說空 而是聯電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它今年的獲利大概就是在 差不多在3塊錢左右 那聯電的歷史本益比高點 大概就在20倍左右 所以3乘以20就是60塊 所以它漲到59.4的時候 就剛好漲到它今年的 就是它的歷史本益比的高點處 當然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那種外資的報告去看看就好了 因為有一家外資是台灣根本沒有註冊的 它告訴你說什麼聯電看75塊 可是它75塊看的叫做是3年後的獲利 可是今年的獲利搞不好就在3塊錢附近而已 所以從59.4這邊往下回檔到51.9 它只是在修正它的一個過高的 本益比的評價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覺得回檔過後 還是依然看好這個聯電的部分 那另外也補充一下 因為我好像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是不是因為中芯的關係 所以造成了聯電 這邊有去回檔修正 那我這邊跟大家提醒 叫做是不是絕對不是這個理由 原因是因為中芯跟我們的晶圓雙雄台積電 聯電根本就是遙遙落後的這樣的現象 那個中芯是靠補貼才獲利的 可是聯電跟台積電是紮紮實實就有獲利的雙雄 所以這個不是他們回檔的原因 而是修正本益比是他們修正回檔的原因 另外的話371的就追光也剛好有沒有發現 也回檔到月線 然後手穩了 然後就繼續想要再往上再攻堅一波的 這樣一個概念或感覺 所以這個都是跟大家分享過 那日月光也 今年的獲利大概也接近8塊錢左右 所以15倍的文益比稍微休息一下 拉回到接近10倍的時候 要有機會再攻一波 這個都是還蠻合理的 技術面配合基本面的操作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 那講太多了 來繼續往下再講下去的話 就會講到說航行展望的部分 其實跟大家分享過了 所以這邊快速帶過 資金航行依然持續 甚至今天的 新台幣匯率也再創了23年的新高 那當然盤中的匯率就27.76 可是最後一盤的時候 依然還是被我們的央行調控回去 所以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只有上漲 就是只有升值0.6分 可是如果你看盤中的新台幣匯率的話 今天又在創 有沒有在創這個盤中的最高價 所以資金航行依然持續 那類股輪動都是非常對後市更健康的 這樣的現象 那今天的盤由全資股拉抬 收穩的月線 有沒有機會再像之前的那樣方式 在類股輪動到中小型之後 或者像傳產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 可是可能大家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叫做是說 今天的量看起來還不太夠 因為今天是單拉全資股去上漲的 所以後續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再看一下量能 能不能再補起來 這個是題外化的部分 趨勢成長題材跟漲價 這是不斷不斷洗腦給大家的 然後線型整理完畢 也要不斷不斷再次洗腦給大家一次 後續的話 也可以持續在做留意相關的 半導體上中下游 半電動車 5GX6這些 昨天也跟大家講過 就是我覺得今年的電動車 還是依然持續成長 那甚至有投資朋友在我的YouTube下方留言說 那個以盛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還蠻有機會的 不過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種叫做是整個代彈 原因是因為他現在 就是他前一陣子已經漲多了 有沒有 他從那個不到30塊 30出頭塊 就一路飆漲到75塊 這邊已經漲過一倍了 那漲過一倍的時候 他短線上面必須要有一個適度的整理 讓他後勢 能夠再調整完畢之後再重新再上工 所以這邊來說的話 這個以盛他現在目前看起來 今天雖然上漲了6.97% 那我不要說我很厲害 而是我要提醒大家 叫做是這邊的以盛 還在整理的以盛 那你比方說像是這個 我昨天是用以盛跟廣宇來一起看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是鴻海集團的 很重要的就是相關的供應鏈 那廣宇的部分 今天也大漲了8.69%了 那這邊也是有點像是 有沒有像是整理末端的那樣的感覺 那如果是整理末端在網上上工的時候 他就會帶來另外一波的上漲的動能 或上漲的一個機會的契機 所以這個都是在操作面 跟大家來做相關的提醒的部分 那我也順便講一下 因為前一陣子有投資朋友 在我留言這邊講到喬威 因為其實喬威我也講過很多次了 因為甚至從去年的9月就講過了 因為喬威他就是DIY 因為他是做現在目前的新經濟之下 他有一些他們的產品 不再需要再去靠一些什麼什麼代理商之類的 他可以很快的運用網路上面去做銷售 或者是說他的一些銷售的通路 或者銷售的一些 銷售上面的一些管道 就會變得讓他的毛利更加的提升 所以這個都他未來的一些成長動能 可是雖然知道這些 那有一個問題叫做是我們的切入點 不是叫你去做追高 我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叫做是你要買的時候 你就是要買所謂的現行整理完畢轉牆的時間點 好喬威的話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清楚很乾淨的 我說很乾淨的整個代彈有沒有 所以如果當整個代彈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如果你要進去買它 比方說如果你在12月的時候就去買進喬威的話 你會很悶 因為那個時間點的話 你會發現說怎麼一直就在40塊 然後接近50塊 然後壓下來40塊50塊 這樣就去做震盪 然後但是當他現行整理完畢轉牆的時候 就在這邊去做一個有效的突破的時候 成交量配合放大的時候 這個就是蠻不錯的進場點 可是我覺得可能問我那位投資朋友 在這邊才去做買進吧 或者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進場的價位 但是我提醒大家叫做是 你在買進一張個股的時候 你還是要必須要收 每次進場的時候 你都要知道你的一個停損守在哪裡 我直接講叫做停損 因為你可能在其他地方 同一個其他的電影 其他節目裡面的話 都只會聽到說獲利什麼的 但是我會告訴你 機會跟風險這樣子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買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會有很好的保護 是什麼地方 是這裡我會有月線和均線的保護 還有就是很漂亮整個帶站這樣保護我 所以如果我買在這邊 萬一失敗的話 頂多就是在這邊去做停損 或者去做調整 甚至是說又回到另外一次的整理 這樣的形態 受傷並不會太大 可是如果你去追在高點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現象叫做說 追在這邊了 結果這邊直接送你一根停板 所以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雖然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好的股票 可是有一些像是比較屬於精確的 操作面應該注意的一些進出場點的話 我節目裡面有帶到就會帶到 如果假設沒有的話 就是還請大家多包含 因為有時候它真的是 就是會員權益跟一些法規上面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帶所謂的 精準的買賣價給大家 當然如果認同我們操作理念的話 也歡迎教我們行列 我再跟大家小小的行銷一下 我的行銷的部分 好 那話題話差太多了 今天最大條的部分的話 跟大家講一下 原因是因為今天的最大條不是我要臭屁 而是因為今天你會看到說 好像新聞也跟著我一起在喊這件事情了 這裡這是工商的A3 它講到就是說散戶封台積 然後股東飆到84萬人 之前我們在假日的時候 我也分享一片影片 就是極包股權分散表的那片影片 我用不一樣的角度告訴你說 為什麼台積電最近要修正 為什麼要整理 先說好 我依然看好台積電的中長期的 波段的這樣一個上漲的空間 現在600 我相信他看800看1000 都是指日可待的部分 可是短線上面的台積電 他真的是因為 散戶們瘋狂去做追價 瘋狂去做買進 造成他短線上面必須要去做整理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我這前幾天的影片 那我也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極寶股權分散表 你可以從極寶的網站上面去做查詢 那最新的台積電的好的時候 這是上上禮拜的台積電 已經是73萬的散戶大軍了 然後最新的台積電的話 已經到75萬戶的散戶大軍了 那你覺得這麼多的散戶們都在車上 那台積電會有那種大漲行情嗎 那這個時間點外資們已經再去做調節了 所以這邊快速跟大家帶過 另外再帶一個重點的話 其實也剛好在同一版 就是在蘋果的部分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謂的趨勢成長的六個很主要的產業 包含了蘋果供應鏈 可是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蘋果供應鏈你的操作的方式 你應該要操作叫做是新的納入題材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 因為舊的個股來說的話 因為大家已經都朗朗上口了 我問你蘋果供應鏈有哪些 你會告訴我說有 華通 有 真鼎 有 台郡 有 瑞宜 甚至像是台表科 這些都是大家已經講到 講到快爛掉的部分 可是這些相關的個股 就真的是不會動 或者是說這些相關個股來說的話 真的會很辛苦 你看像今天台表科 它今天還在跌 因為這種都是上面 都有比較沉重的反壓 或者是說這種個股的話 他們的毛利 或者他們的一個營收成長動能 都已經被蘋果去壓制住了 因為蘋果現在在走的 叫做平價路線 所以它會壓低他們的 供應商的相關的毛利跟營收 所以他們的好 叫做是大家都知道好 可是如果當大家都知道好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問題叫做是很難動 像剛剛前面講有沒有 像這個就算真的台郡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是 整理完畢之後要去試圖要轉牆 可是它一跟上去又整理了好幾天 然後像這種整頂的話也是一樣 它就是要一直整理下去 所以跟大家提醒到 我看好蘋果供應鏈 可是蘋果供應鏈的時候 你可能要再留意一下說 是不是有一些是新切入的 這些相關的題材 那這個比較有機會 如果有看到好的個股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來做分享 跟大家來做提供 所以我今天的話就快速分享這兩個主題 分享給大家 就是財經最大條的部分 然後最後的三分鐘 我快速回覆一下我的QA的部分 QA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下方的留言 是完全開啟的 那這邊我剛剛以勝的部分我講過了 以勝其實就有所謂的特斯拉 跟Apple的雙題材 然後它跟廣語比較像是同一組 因為他們都是泛鴻海集團的 所以如果他們兩個要聯動的時候 會一起在這個聯動 所以你這兩檔個股可以一起來看 可是他們也正在進行 另外一個整個代彈這樣一個過程 這個是在以勝的部分 跟大家來做說明一下 然後陳漢其實也長期支持我們 也非常感謝陳漢的支持 可是陳漢這邊問了一個問題是彩晶 其實你如果看我節目的話 你會發現說 戴安哥你很少在講彩晶 原因是因為 彩晶跟所謂的雙虎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因為財經是屬於中小型的面板 可是如果是友達跟群創的時候 他們是屬於大型大尺寸的面板 那今年在漲的漲價題材 我就是之前跟大家講過的 是在所謂的漲價題材 是漲在大型的這個面板上面 所以真的要動 還是要看所謂的友達跟群創 我們可以看一下現行就知道了 有沒有發現友達是有機會在持續在做創高的 然後群創的話也有在做創高的動作 那那個彩晶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就如陳漢所說的 他好像就一直被壓在那個頸線 因為你說的頸線 其實我原本一度不知道在哪裡 不過如果你說的頸線在這邊的話 就確實是在這邊附近 你們來看一下 這裡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叫做是13.8這邊 應該是這邊是他的一個箱形整理 或者叫做是整個代單的高點 因為我比較沒有在講這邊是頸線 因為一般在講所謂的頸線的時候 是比較像是那種W底或者是 W底的這種形態的時候 他有所謂的頸線 或者是說像什麼M頭之類的 他有比較多的那種頸線的現象 如果這個叫做是箱形 箱形的話一般在講是箱頂 箱頂那個概念 我這邊跟大家做一些觀念的溝通 或者是像是對平 中有名詞的對平一下下 無論如何 這個時間點的彩晶比較像是 還是還在他的一個整理區 所以這個是比較辛苦的地方 另外的話 那個我也講 我看好的是那個39.3的星象 可是星象他昨天內根下去 也確實讓他的一個整理的過程 可能要恐怕要拉長一些些時間了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的下面 有這個鍾毅先生的留言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看好的個股 依然是一些跟大家提醒過的趨勢成長 或者像是有題材的或是漲價的部分 可是有一些在操作面的部分來說的時候 可能要請大家還是斟酌自己的相關的買賣點 和停損停利率的價位 這個再跟大家做相關的最後的一個相關重點提醒 好 那節目到最後 這剛剛講過了嘛 依然回到我們最後的一張投影片 就是我是摩托訊 頭部分析師陳坤仁 在我節目裡面的話 我會跟大家 跟其他節目比較不一樣 我會跟大家聊比較多的一些航行的看法 還有聊一些比較屬於操作面的部分 那這也是我的一個操作的依據 所以如果認同我們的操作理念 需要我的協助的話 我再次強調 我會幫你去做每一檔的個股的持股的見證 持股的太弱換強 那這個時間點 類股輪動似乎又要開始了 那輪動如果開始的時候 那如果你的個股還是屬於相對偏弱的話 那恐怕比較難跟上下一波的行情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還請大家做一些 太弱換強持股的調整動作 那這個是我們節目的時候 最後跟大家來做相關的提醒的部分 那有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我是摩托訊券頭部分析師陳坤仁 也歡迎持續收看我們YouTube頻道 那也預祝各位投資者 獲利888 謝謝大家 謝謝